嗨,大家好,我是小娃 前陣子有網友留言詢問LIGO租車 該服務剛推出的第一天小娃大概操作了一下 發現LIGO租車背後就是GoSmart 因此沒有特別去做這塊 今天剛好有機會可以使用LIGO租車 就來看看LIGO租車的介面及操作吧 在LINE搜尋LIGO,點擊聊天開啟選單 點擊立即開通 第一次使用的朋友可能要輸入資料 以及上傳身份證、駕照等資料後開通 小娃原本就有GoSmart的帳號 因此可以直接綁定後進行驗證 帳號開通後,點擊查看附近站點及車輛 地圖上出現的數字就是目前可租界的車輛 藍色是站點租環 租車跟環車都要在同一站點進行 綠色是甲租椅環 可以把車環在其他綠色的點 左下角還有另一種聰明租環模式 可以歸環在任何聰明租環的停車場 或劃定範圍內的路邊合法停車格 聰明租環跟Iran的路邊租環相同 設計給臨時需要用車的人 需在預約後30分鐘內取車 小娃這次使用站點租環 點擊下方設定取車及還車時間 點擊地圖上有車可租的圖標 下方左右滑動可查看該站點目前可租用的車輛 確認車輛後點擊下方前往預約 上方為車輛資訊 中間有注意事項及車格車礦照片 往下有租車資訊 費率說明及最下方的即時保保險 下方有預估租金 確認沒問題後點擊右下角確認預約 預約成功 取車時間為預約時間前後15分鐘 找到車輛後點擊查看訂單 點擊開始取車 需在10分鐘內完成取車 閱讀並同意客車租賃契約書 拍攝車輛四周車礦 若汽車有明顯車損 務必將車損拍下來 接著簽上大名後 提示將收取2000元預收款 還車成功時會將扣除所有費用後的金額退還 付款部分可以設定信用卡 或跟小娃一樣使用LiPad付款 取車成功 若來不及歸還需要延長時間 一定要按延長租車 不然可能會被收取較高昂的租金喔 其他功能是自身需求取用 點擊下方開鎖可解鎖車輛 車輛使用部分可參考頻道上其他GoSmart教學影片 將車輛停至正確還車地點 點擊查看當前行程 點擊還車 可以看到還車停車場的詳細資訊 點擊開始還車 拍攝加油卡 前座及後座車礦照片 最後檢查事項停在正確的地方 該關的關 該環的環 該帶走的帶走 拍攝車輛四周 車損照 正前方車位照 並填寫停放樓層及停車格號 確認付款部分上方顯示總金額及租用時長 可選擇優惠券來折抵費用 往下滑有租車資訊及款項明細 設定發票資訊 使用手機條碼載具 方便又環保 簽上大名 還車成功 可以看到通知 直接把剩餘的款項刷退回來 LIGO租車後面就是育榮集團的GOSMART 租車規則、站點及車輛基本上跟GOSMART幾乎相同 從IRAN拿掉推薦時數可以完全折抵後 IRAN、GOSMART、LIGO租車差別就不大了 小蛙目前是哪邊優惠多 哪邊據點方便就直接租那款 以上是LIGO租車的操作流程 影片內容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小蛙 Ciao